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大家現在真的是見識到新型態的戰爭 當然也包含了宣傳傳或是認知作戰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標籤 叫做普丁認同者 這是俄羅斯就是在德國這邊 他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普丁理解者 就代表說你如果同情普丁 你站在他那一邊來做一些思維的話 你現在就叫做普丁理解者 像不像是在地協作者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如果說你是用不同思維 你可能比較是用其他的客觀的一些角度說 好像這樣子也對 這樣子也不需要不至於如此的話 你可能要被貼上標籤了 可是美國的媒體卻是怎麼講呢 福斯新聞他講說美國政府正在大規模的說謊 像是福斯新聞他在4月7號的報導裡面講說 美國政府正透過這個虛假訊息來操弄輿論 所以顯然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戰了 就連這個印度主持人阿納布爾 都跟這個美國學者爭執 就說那如果說是烏克蘭這些軍人 你們這個流出來的影片正在虐待這個俄羅斯的軍人 或俘虜的話那又要怎麼說 可是這個美國的學者好像就在那邊一直辯駁 就是說是俄羅斯侵略人家的 我們來聽一下 你會說那是假訊息嗎 just because it doesn't does not agree with your perspective you see you have to be open to it you're asking me i yeah i'm asking you let's get an in let's get an investigation and let's get the fact sorted out let's prove that these were actually ukrainians who shot the russians that's what an indian spokesman at the un would say now the point i wanted to make is we are being sidetracked here what is today is important is not who fired the missile today though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was russia the question is who launched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on the 24th of february what are the russians doing in ukraine what are they doing destroying ukrainean cities what have they done in the last eight years in ukraine 这个学者其实反映出这个美国现在的思维就是真相什么不重要细节什么不重要现在重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已经被设定被美国设定为扮演坏人的角色比方说像是普丁比方说像是习近平所以像在这个地方这个在亚太印太这边同样也是这样子像是南韩的总统以席月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呢我们寻求美国部署这核轰炸机跟核潜舰中国就说这个你可能会遭到一次性的歼灭 因为他的假想敌也是在想说这个朝鲜跟这个中国对我们会有威胁所以寻求美国的帮助同样日本这边现在也有点好像在挑拨因为习近平跟杜特替都不然电话就说强调这个地区的安全不能靠这个军事同盟来实现那那个日本马上就跟这个菲律宾2加2的会谈他提到说什么你不要跟中国走太近现在中国人想要借由这个武力来改变东海跟南海的一个现状那所罗门群岛当然也是最近讨论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因为索罗门群岛对于美国来说也就是二战的时候跳岛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点怎么可以现在中国现在要打算在这边设军事基地还说有这个相关的文件打理了这个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准备这样子规划所以现在美国非常的紧张他们立刻说要派出这个派员到这个索罗门群岛来做访问因为这个中国如果跟索罗门群岛他们有安全协定的话这恐怕这个会延伸5000公里的一个军力那对于美国来说非常不利我想要控制这个 这个地方你可是我眼中的一个坏人你怎么可以突破我这个防卫口这个我们先问一下洋老师其实索罗门群岛他自己说跟中国大陆签了这个叫安全协定并不是要同意说建军港也不是说军事联盟当然不是有一点像是什么呢有两种比喻一个是现在中国大陆在非洲的吉布地的那样子的一个军港但是那个都算是军港可是吉布地事实上有六个国家在那边 那边设军港那因为吉布地就针对这索马里亚周边的那个海盗很多国家包含日本美国在那边都有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军舰在那边停靠当然也有后勤跟补给可是吉布地这个都还没有到达这个层面吉布地比较有点像是美国跟新加坡之间的一个就是后勤跟补给的这个合作协议如果是在军事面因为他这个还可能包含警察社会秩序那当然比较深层 可是吉布地这边代表索罗门群岛这边代表什么呢因为他是在第二岛屿链跟第三岛屿链中间代表着说在南太这个群岛中间其实中国的海军已经进到这个区域来而需要一个就是后勤跟补给的这样子的一个港不一定会这个军港也不一定会长期停靠就像是我们远洋渔船同样有些渔船事实上永远不靠港因为它都会有运搬船运搬船把你这个 捕的这些鱼给搬走然后到这个渔港到国际的渔港比如说索文还是斐济那边它会去装载到其他的这个船但是这个表示说中国大陆的海军走向了远洋海军这个第一岛屿链第二岛屿链我们经常用它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但是对中国大陆而言它基本上已经是要接触到杨老师有没有可能因为其实马上五月份的时候澳洲也要再进行总统大选是的 那这个就是威胁到澳洲最近澳洲特别跳脚那美国这么大动作因为现在澳洲的这个总理非常的清美所以是不是有一点想要稳住这一边的一个选举局势的可能呢 去年的AUKUS就美英澳军事同盟说要帮澳洲做这个核遣舰上个礼拜说要帮澳洲在澳洲做这个集音速飞弹澳洲要集音速飞弹做什么对不对它有什么这个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安全上的这个威胁呢但是澳洲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第一个他基本上其实是美国的副警长这是小布希总统说的副警长也就在亚洲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澳洲人事实上还蛮高兴的deputy 那过去所有美国参加二次大战结束冷战结束所有的战争澳洲美意避雨而且都会派军队他也在阿富汗后来自己的调查他的军队也有在屠杀这个部分的平民那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然 在心态上我不觉得是白澳这个心态 我觉得是阳澳心态 阳格尔萨克逊 也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澳洲人的平民还是以白人为主 而且阳格尔萨克逊这个种族是为居多 所以他们跟这样子的五眼联盟美英澳纽加 这样子的阳格尔萨克逊的这种种族关系 这不是种族主义 这纯粹就是种族认同种族关系 然后感觉比较密切 所以我在你这边做你的副警长 美国需要在太平洋 美国需要在南太 美国需要在南海 有潜舰 核潜舰 有极音速飞弹 澳洲当然就帮忙 这个当然就会对自由党 Morrison的五月份的这个选举大有帮助 那个我讲一个很简单 你知道他们现在这个攻击 这个工党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时候 那个大的卡车上面是习近平 画的是习近平 习近平在投票 那投票写了Labor 工党 就表示如果你投一个工党 就好像是习近平在投给工党 也是一种抗中保傲 对 这个居然是在澳洲竞选过程当中 已经出现了 这样子一个大卡车的宣传 所以难怪美国现在急于 要去索罗门群岛来替澳洲加持一下 我们来问一下兵哥怎么看 这整体的一个局势 美国会对索罗门群岛的反应很强烈 这是必然的现象 因为过去美国人直接把太平洋 视为他自己的内涵 所有的势力全部都是只有我有 别人不准有 更不要忘记了 二战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一战那个时候 日军有分到一些太平洋的岛屿 所以他才能够对包括东南亚 包括美国的珍珠港发动一些攻击 所以美国当然不会容许 任何人在太平洋有 能够挑战我的基地 所以他会立刻对这件事情实行干预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也不认为索罗门群岛现在有跟老共 走到那么远的地步 其实这只是初步的开始一个接触而已 所以美国人只是在防患未然 先把这个堵住不会让你出来 但是我觉得 阿纳布跟那个美国学者 那个讲话方式非常好笑 我就觉得那个美国学者现在就是 就已经不管了 不管了 反正就是俄罗斯先发生顿战争 所以所有的错全部都是他 就跟小孩子吵架一模一样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谁犯的错不重要 反正所有的错物归于俄罗斯就对 就这么简单 亏你还是个学者好意思吗 用这种方式讲话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说 不管那个飞弹到底是谁射的 因为他们只称说乌东火车站的飞弹 是俄罗斯射的 因为上面还用俄文写的解救他们的孩子 可是问题来了 那个叫做原点飞弹 原点飞弹在俄罗斯2019年退役 请问一下谁有这个飞弹 抱歉 刚好乌克兰有 那所以请问一下 那个飞弹到底是谁射 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 就是乌克兰射了吗 当然不是 所以应该要进行调查 所以同样的 那些虐待俄罗斯战俘的这些 也要进行调查 布查证的屠杀 也要进行调查 可是问题是 你美国的这些学者 西方的这些媒体 你们有任何人主张调查吗 没有 你们是直接认定 就是俄罗斯犯错 这是一个文明国家 文明媒体 文明的做学问的人 应该有的反应应该有的态度吗 我今天可以说郑杰 因为在捷运上杀人了 所以在厕所里头 性侵小女孩也是大干的 是这样的意思吗 你总要有证据吧 可以这样随便乱栽账 乱指控吗 那这样子以后 所有话全部都给你们讲就好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 为什么这个战争打到现在 会让人家觉得 越来越有点反感的问题 就是在于 你看包括哲伦司机也好 哲伦司机不断的 站在道德至高点 不断的勒索全世界 谁只要不顺他的意 你就是有问题 那美国也是 现在谁只要不认同我的观点 你就是有问题 这跟我们的政府 民进党政府 谁只要不赞同我的政策 不赞同我的观点 就是中共同路人 不是一模一样吗 当全世界都是非黑即白 不认同我的就是叛徒 就是贼人的时候 我跟你讲 人类的理性完全丧失了 人类的文明会开始倒退 我们要问一下将军 我认为这是五十步笑百步 因为这个舆论战 大家都有立场 包含欧美这些国家也有立场 那一定都是一直讲俄罗斯不对 但是乌克兰他也不对 但也虐渣战谱 那为什么不报道 我认为要平衡报道 要求事实 要客观 不然五十步笑百步 他也在那边 那个乌克兰一把人家掉 这个掉起来把他掉死 也把那个俄罗斯的人 也钉在十字架上面 也有 我认为要调查 不然大家杀红眼 五十步笑百步 你乌克兰也犯战争罪 那大家为什么要追 俄罗斯的战争罪 却不追乌克兰的战争罪 两个都要去追 两个都要调查 请第三方来 请第三方 也不要西方调查 也不要俄罗斯调查 都不要第三方来调查 开放来调查 到底是谁犯的 大家来看 如果在国际上 什么样的第三方会比较公正 我认为其他第三方 永久中立国 我们请永久中立国的 没有加入北约的 也没有加入什么 让他来调查 这样子的 这样他来永久中立国 他没有加入 要不结盟 有结盟就不行了 他就有立场了 他就会偏哪个地方 要不结盟 这次几个永久中立国 一样制裁俄罗斯 而且要加入北约了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选 不要去参加欧洲的 因为这个战场在欧洲打 我们找亚洲的 亚洲没有这方面厉害的关系 我们找亚洲来调查 而且不是一个国家 要好几个国家 这样子变成一个team 这样的话 大家有证据 大家把事实诚堂证供 这些证据拿出来 看道理问题出在哪里 不然大家各说各话 都一直牵责对方 其实自己也犯了很多错 那不是变成五十步效百步了 各等门都不对 那凭什么指责对方 先指责自己 自己也犯这些错 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 要来客观 另外一个就是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就中共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基角 因为它在澳洲的 我们知道在澳洲的东北方 它蓝半球 又要大宝礁的正东方 这个地方 但是我认为跟澳洲所讲的 它只是一个 它毕竟是一个